另外鼓励美国台湾医师全球走透透一诊 慈善爱心不若人后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 9月13号将举办年会 不只为优秀台美学生颁发奖学金 鼓励教育 这次还请到嘉义市长 突醒着医师前来专题演讲 2015年3月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前往瓜地马拉 为当地3000多位贫困居民提供一诊 援助邦交国的一举不只让人感动 同时医师协会也关心美国台湾子弟的教育 将评选出多位优秀人才 颁发奖学金鼓励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会的奖学金 每年是选出五位优秀的台美杰出的人才 发放各1000块钱的奖学金 除了颁发奖学金外 2015年年会上 医师协会还特别颁发 2015年杰出医师社会服务奖 给现任嘉义市市长 图醒哲医师 并且邀请他在年会上举办专题演讲 分享社会服务的宝贵经验 图醒哲医师是我们一届 一位非常优秀的医师而从政 也获得很好的名声 这次能够请到图市长来 是我们医师会的荣幸 不止9月13日周日的年会上 会有专题演讲 陈冠英表示 现场还会有筹款活动 要为2016年3月远赴巴拉圭的议诊 筹措经费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拨打捐款专线 来获得更多资讯 东西新闻唐梦维 英雄文 在罗杉矶的财宝报道